截止4月23日小编发稿时 美国新冠确诊病例为871,012例 死亡病例49,073例 因疫情失业人数已达2,200万人 疫情的发展肉眼可见的越来越恶化 而就在这日益恶化的大环境下 美国总统特朗普大笔一挥 以蓄雷不及掩耳之势通过了一项总统行政令 自美东时间4月24日零时起 部分人将被美国拒之门外 我们先说一下特朗普这么做意味着什么吧 就这么说吧 自美国成立以来 签署类似这样限制移民的总统行政令 特朗普算是头一人 追溯到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爆发时期 美国仍然允许了超过11万的移民进入美国 不过遗憾的是 特朗普的确是拥有足够多的法律条文 来支持他命令的签署 但是从民主人道主义来讲 基本可以说是零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哪些人 不幸受到此行政令的影响 首先就是禁令签署时 在美国境外的移民申请人 其次是在禁令签署后 没有持移民签证的移民申请人 第三则是在签署后 没有出了签证外的旅行文件 允许其进入美国的人 这三种情况乍一看 基本是目前在境外 且没有绿卡的非美国公民就凉凉了 不过还有众多的豁免条款 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就是任何医疗方面的工作者 特别是能够为新冠肺炎做出贡献的 他们本人及配偶和未满21岁的未婚子女 可以豁免入境 其次是投资移民EB5的申请人可以豁免 特朗普还是愿意拉拢有钱人 还有就是美国公民的配偶 以及美国公民未满21岁非美国籍子女 还有就是获得美国国务卿级别的人担保 以及美军相关人士 这些离我们就挺远的了 那么最后来总结一下就是 如果现在人在美国 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干 完全不受这个行政令的影响 如果现在人在境外 且没有在豁免行列之内 那么就只能自求多福 等待着行政令的失效 这个行政令的有效期为60天 如果60天后疫情好转 美国经济逐步恢复 那么行政令失效一切恢复往常 如果情况依旧持续糟糕下去 那么这个行政令很有可能修改 以及延期让更多的人遭殃 最后聊一聊 特朗普此举除了遭致骂名 甚至未来会受到州政府的起诉之外 得到了什么好处呢 在小编看来 好处无非就两种 大选与维稳 总结成一种就是为了选票 特朗普在疫情的处理上被受诟病 造成了国内局势动荡 大批人失去工作 面临破产 整个国家被负能量笼罩 而他这一招成功地转移了公众话题 行政令的颁布 迎合了很多选民当下的需求 为自己拉赏一波选民 开启竞选造势的坏车 但实际上这个行政令 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 这个行政令到底能让多少美国人 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呢 借助小编朋友圈 一位资深律师的话来讲 此举完全是雷声大雨点小 做做秀拉拉票而已 下集中的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